316L不锈钢的范围 你可不要拿它跟9块9的比 这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咱们这个是选用的 德国食品级材质 316不锈钢制作的 老厚实的姐妹们 给咱们做了一个 加厚的这种 杠杠的 你听这个动静 你就知道它材质有多好了 而且它的盖子设计也很巧妙 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透气口的 你把它拔出来 里面如果放热的东西 它是会往出散那股热气的 它这个位置 还给咱们设计了一个小把手 咱们开盖子的同时 200毫升的一个容量 长度呢是16.5 宽度是12 深度是7厘米 它本身就是一个 加大加厚的一个设计 你就像平时咱们出去 带点饭呀 带点水果呀 往冰箱里放点东西呀 这个小餐盒真的老好了 咱家现在搞活动 这么整整两套 只要你十几块钱 平时咱们在商场呀 超市里边买 就这一个 就咱们家这种质量的 随随便便也卖上二十几块钱 它这个质量真的 嘎嘎厚 姐妹们 你到手了 你就知道 它这个材质有多好了 你真的不要跟 那个九块九的去别 它真的不在一个档次上 你听 都是那种很敦式的那种感觉 你拿在手里 就是很有质感 就是真的看着 不是便宜的东西 姐妹们 这个平时咱们 可以拌点小凉菜呀 比如说装点剩饭剩菜呀 咱们出门野餐 是不是带着小饭盒 它的密封性特别好 而且这块都是有透气孔的 装点寿丝呀 装点五骨鸡爪呀 平时咱们拌点酸奶呀 是不是 这种用处很多 之前给大家推荐 那个小的 是不是特好用啊 这种大的 可以装一些体积大的东西 可以装很多很多 它是一个1200毫升的 一个容量 这个真的质量老好了 姐妹们 强烈推荐你们拍回去 尤其是夏天 就需要保存的东西 特别的多 就是杂七码八的 剩饭剩菜的 是不是 这个你一定拍回去 它肯定是老实用了 利用率老高了